比獵 比獵 獵獵 比獵 爛裝人打獵獵 比獵 很簡單 開始 主要是P1是小蛇人 其實對大部分沒說說 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直到中期開始 或是伏魔過一個範圍性的攻擊 然後搭配一個獵獵煞 我覺得獵獵煞其實打這裡還蠻好用的 這這這不要 可以進 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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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會叫他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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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改版之後很很 比較少人在用這個攻擊 總比 可是我覺得他在比 他在比獵敗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技 就是不斷的靠著你的範圍攻擊去做 因為你只要輕的 輕的範圍攻擊越快 你的 受到的那個壓力就會越小 P1其實通常不會是太大問題 問題 最難打通常會有P P1只要記得 你要盡量用你的 圓圈圈 用你的盡量的 把你的 把你的範圍技能 盡量全開 你輕的越快 掉雪 那個 每個蛇人都有機會掉雪球 你用雪球做回復 事實上就夠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要記錄你的 你的圓靈 你在補圓靈要補得很精神 就是你在回復的時候 做你的圓靈 你的圓靈一消心 你就要馬上做回復 做 補上的動作 這個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 接下來 我打筆列採用的是一個 亂人士 一個比較保守性的環保 筆列他會做一個瞬移 他會做一個瞬移 他會做一個瞬移 他總共直接召喚跟 發射三發 大變 綠色大變色的光 然後就是我會採用做 然後等他飛過來的時候 我在對他做 我在對他做 做 然後他遠距的時候 我就利用他召喚 蛇人 我就 以減少蛇人數量 然後利用他召喚 蛇人的 然後你還是要記錄 圓靈一消氣 就是要 這樣子 你的獸蛋面積比較多 你也可以利用 利用那個蛇人的一個 恢復的一個 做比較好的一個 回血的時候 你獵 你武生玩到獵獄其實大部分 都會 都會發現到一點 就是魔神 都有一個共通的一個 魔神 就是 你自以為傲的一個回 回血的手段 在獵獄真的會發現 完全不容易 完全不容易 完全是非常 你 大部分的武生到獵獄 都會發現一個 最 比較麻煩的點 會發現你沒有任何回血的手段 在你欠缺回血 回血的手段 的狀態下 你要如何去打一些 比較高困難度 或是比較 比較難 難殘的BOSS 是一個 很大的討厭 因為其實你的回血 你在 比較低等級 你的回血相當的 你的回血的力相當的 相當的厲害的時刻 時候 你其實沒有感覺 你會覺得 控制武生 能燙 你就可以把這張K的時刻 在獵獄的話 跟 以前會有很大很大的 做 你的回血手段其實 相比其他的角色來說 其實算是偏弱 反而會是跟 比較低等級的 那種 複獎 所以 所以我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會選擇 要去打血球 然後比例到 20%的時候 他會進入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 靠一點賣心 賣心 跟賣心 第三階段是最容易出 但是 其實 也是最 不好打 說實話很多 很多人覺得第三階段很 很強 不過 第一階段 很好打 但是那是建立在你裝備 蠻好的 總會講 基本上第二階段 我採用的是 就是 怎麼講 第二階段他有 多少攻擊喔 不過主要還是在於 要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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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 三連錘一定要閃 也不講一定要閃 如果你裝備比較好的話 你可以硬抗出 沒有問題 可是 可是我還是會選擇 給他一點尊重 不過 這個 單下打 因為我 比例的問題是個 傲嬌 什麼叫傲嬌 他在攻擊前 他會先給你一個血球 然後說再K你 他嘴巴說不要身體到底 接下來就是一個 他的大招 他的大招 也是最麻煩的 這個龍出率非常非常的低 你不管完美的閃過幾次 重點是你只要失敗一次 你 就 不管你成功幾百次 你只要一次沒有閃過 你就基本上 然後他這個雙連錘的話 你只要補到他的改變 你就 你不會被命中 我跟你講 你大概三個九 九十度的一個程度 你就不會被 這個 很多人可以硬抗 可是我覺得 呃 我的裝備還不如跑到主力 陰陰抗重複 一樣 那個怨陰 怨陰如果死掉 你還是要記得去 你看 就是基本上你 如果他有 他有給你 他如果給你血球的話 你基本上你會比較 會打 打起來 然後這個 這個有一個小提角 就是你在移動的時候 不要用 不要不要去點地板 而是採用滑鼠按住的方式 就是用移動的 盡量不要去點地板 點地板有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些 一些嘲諷傷的事 不能點到 王很大隻 你知道 我知道 多元龍也知道 王很大隻 你不能點到他 你就哭了 你就會 噢 你的心血就毀 毀於一旦 所以還是 一般來說還是建議 就是滑鼠的按住 用左右移動的方式 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 他P3 容錯率 非常非常的靈驗 非常失誤 你 你 你就 打半天的那個 心血 真的就 完全就 完全就沒 原靈回望 主要是 你的輸出越高 你在 第三階段裡 你在第三階段裡 你的輸出 如果越高的話 你 你就可以面對越少的 這一 你的輸出越高 你就可以面對越少的大 大招 假設你 你 大招的出錯率 你的 刷破率可能是 1% 重點是如果你 你總是會有 剛好被你 被你 剛好被你 塞到的時候 一般被隕石 連炸個兩三顆 你剛好就被炸死 前面的努力 就完全白費了 我每次打比例 都會再退後的 10% 20% 被 被隕石炸死 有沒有被隕石 就被那個 然後別人炸到三顆 有一個玩具的機械 就是一個方...一個比較好省就是你可以省...打個9 如果...在90度在他正面打他...如果你要...他放三連錘擊的話你就活到他的溢血溢下去就...就可以了 如果發現比較麻煩就...喝...喝個水...水再上來 基本上這裡真的是要看運氣然後你盡量在中...中...中間...中...盡量... 你的移動走位盡量在中間喔如果你...太靠邊邊的話...有...有時候你倒楣太靠邊邊因為邊邊是有...地...他有地形上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太靠邊邊的話你會直接被弄死 就是你會發現你會走到一半你會卡住然後就被地形卡死 這樣子就...得不偿失啦真的就...得...就你在那邊打半天就...你被地形弄死你就會... 就會非常非常的... 懊惱所以...一般來說還是都推薦了 盡量走在比較偏中間的地方 啊...就是比較偏中間因為... 最邊邊那個...你只要... 不小心卡到一個畫面的一個邊緣 然後導致你沒有辦法順利的移動 喔...不小心被...被弄到一下 喔...喔... 他真的完全是個...套嬌啊...你看他在攻擊前都會先...先給你個雪球 他嘴巴說不...你看...打完...又有雪球 嘴巴說不要身體到...到底誠實了 又有雪球你...多好... 用滑鼠點...點...點處做移動 如果你真的發現你沒有地方閃的話 就記得開你的無敵...去抗...抗過去 無敵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應該說你...每...這遊戲...基本上...這遊戲... 揮旋落空...喔...對... 好... 基本上就這樣阿...好...感謝大家 然後...裝備的話其實... 呃...就...DPS...我覺得DPS有個9000到1萬... 這是一個基本 然後其實我的血...血量主要我還是靠... 圓靈再撐阿...如果我把... 圓靈放掉的話...然後一個... 我覺得基本上頭盔... 塞一個加生命最大值的是... 對武僧來說是一定必備的阿... 然後我身上會...你看閩跟體...你就知道其實... 還蠻低的... 然後...配置是... 浮魔破...就是...減傷的...然後天地圓靈... 就是...加生命最大值10%的... 然後迴天氣絕就是加15%傷害... 就我說的...我迴天氣絕都比較傾向於... 這是...全武僧最...最...最...最強的技能... 冥靈之水就是...完全是為了... 應付P3阿... 然後...進... 進風煞就是拿來當範圍... 然後迴避增員是加護...護甲... 然後這邊使用的是意...意志堅絕... 動足極限...就是... 攻...攻擊減傷害就是... 你用一個範圍攻擊... 降低蛇人所造成的傷害... 然後動足極限跟天人合一... 當然就是... 所...所... 具備的啦... 全抗...全抗其實並...並沒有很高... 而且其實我身上還有穿一點... 我記得身上還有一件... 大包裝...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應該這樣應該夠了啦... 然後...盾的話... 我身上有一個傳奇... 然後我覺得... 身上裝個傳奇盾很酷... 不是嗎... 好啦...感謝這樣子... 接下來... 期待我打阿茲莫丹吧... 阿茲莫丹... 其實我在剛... 開服... 武生那時候正OP第四天我就打... 過... solo過比利耶... 不過那時候在亞服後來我履落... 美... 美服又被盜賬號... 所以進度落後人多... 而且金錢上也少人多... 好... 感謝...感謝大叔贊助我這把武... 這把... 這把是... 朋友送的啊... 這把完全是朋友送的啊... 沒有這把武器我可能... 也不好打... 我...我七...七百多... 好啦... 謝謝大家...